不敢杀谢家的人 不能坏烟锥的名声 但是他可以借水 将谢家逼杀出江州 谢家当年的地势 乃是祖辈精心挑选后的 会于江州地势稍高一些的上端 每次水患之时 朝廷致力于防洪驻地 王松任太守以来 虽说其他政绩频频 但是在治洪一事上 却是颇有功劳的 所以他在江南任职多年 江安地哪怕明知一个官员 不能久居于同一个地方 却都因为大唐缺乏治理洪水的人才 而一直没有将他调离 江州一带住坝住得很高 且十分牢烤 王松在朝窟的季节 便令人在上游之中住了不少地 将洪水一层一层地拦下 流到江州时便威力一层弱于一层 虽在洪灾来时也有伤害 但伤害却并不深 江南乃是鱼米之乡 每次烙灾损失的不过就是一些 农耕作物而已 一旦洪水退去 百姓回归家园 再由朝廷开仓放粮 一般便没有什么问题 可此时的郭汉想饮水 他此时将谢家当成需要自己驱逐的敌人 玩杨某他不是谢家的对手 这样的情况下拿谢家无计可施 但是若论行军打仗 他却不见得会输谢家的 郭汉高声令人被了沙盘送来 燕记极有兴趣地凑了过去 看他将治下的令旗 一一插入沙盘之中 什么地方是水流湖泊 什么地方是高山地形 郭汉都一一烂熟于心 近来郭汉追拿灵士余孽 又在水中打捞宇文士中被人杀死的尸体 早将周围的地势烂熟于心了 想到此处郭汉插旗的动作一顿 燕锥令他领兵追入江南 又令刘昌本领人杀宇文士族的数十余人 这样的举动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呢 细细想来 事情一环扣一环 仿佛燕锥不在江南坐镇 发生的每一桩事情 都没有脱离出他的掌控 包括宇文家 以及江州的地形 出事之后 王松亲自带他打捞尸体 哪里有什么堤坝 王松都给他知道的异常分明 也使郭汉对于江南地形 十分的熟悉 燕锥派他入江南 应该也是深知 他无法无天 却独受燕锥约束的性格 仿佛那位高高坐在龙椅之上的皇帝 已经猜出了他要如何作为 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君王的意料之内 郭汉远在江南 烟锥坐镇洛阳 运筹帷幄 他不敢再细想下去 后背一层鸡皮疙瘩都立了起来 这位帝王年轻而英俊的脸 此时浮现在他心里 那双冷漠而无情的眼 令郭汉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牙关都咬得极紧 大将军 燕纪不明白 郭汉为何突然脸色大变 额角透汗 换了他一生 他回过神来 手抖了抖 却又坚定地将令旗插入了沙中 无论如何 燕锥对他有恩 既然皇上赏识 他也应该尽心竭力将事情办妥 很快郭汉神色恢复了正常 摇了摇头平静道 王爷 您与皇上一母同胞 乃是至亲兄弟 有些事下官亦不想瞒您 他伸手顺着江流 眼睛却盯着沙盘中 代表谢家所在的位置 皇上有铲除士族之心 有以谢家为重 此次表面是借灵士余孽之事 逼谢家暂离江州 实则是皇上有意使谢家 让出江州这块领地 嗯 大将军想怎么做啊 郭汉听燕锡这么一说 心中越发笃定 伸手指了指沙盘中 代表谢氏的那一方位置 再指了指两旁的江河 谢家占据高处 燕锡就到 皇上领出发时曾与我交代 谢氏祖宅 早年曾找鬼谷的人 相看位置 西高东低 每座院落以八卦 前 砍 根 镇 熏 离 坤 对 来定的 若登高看去 外形似雄鸡 气势雄混 说到此处 他抓了抓脑袋 显然说得有些傲口的样子 几年前 照顾太夫人七十生辰之时 皇上曾来过江州 说谢家主宅重要之处 位于基头之上 离巡洋江边几近 郭汉便明白烟锥的打算了 也就是说 此次烟锥的目的 可能并非在定要 途进谢家多少人 而是断了谢氏的传承 他点点头 心中既然有数 便思索了一番 这河道不能毁 但可以改动 饮水 江州每隔几年 必要发生一次烙灾 只是以往受灾的 大多都是贫苦百姓 而谢家位于上游 再加上王松 唯恐在自己的治内 让谢家出了差错 所以每年 河堤检查之中 谢家是重中之重 耗费大量钱财 修筑堤坝宝谢家的 导致谢家畏首波及 这也是多年下来 烟堂皇室 难以容忍谢家的原因 世家所得 颗粒不交皇室 反倒每年皇室 要耗费大量钱财 就为了保住 这些世家的命脉 长此以往 世家旧如 住在大唐皇室身上的血质 积攒实力 以图谋再起 国汉背地里 令人开挖勾渠 一面又大肆领兵 在全城搜拿 灵氏余孽 以造生事 几日之后 果然江州 天气一下子 被阴沉寒冷了许多 灵氏余孽的存在 仿佛拢在了 江州人心里的一个阴影 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江州好像一夜之间 便提前进入到了冬季中 第二日 稀稀利利便开始下起了雨 那雨越下越大 几日以来 王松没再顾得上 积拿屠杀宇文氏 真凶一事 而开始令人准备 寻事降低 以防洪水来袭 这几日 王松总觉得 有不好的事会发生 江水连连上涨 若雨势仍旧不停 怕是寻扬江边 洞庭湖的水蔓延开来 又是一场水祸 他夜里睡得不大踏实 总是噩梦不断 说来也怪 他在江州多年 自调任江州围观开始 从当初的六品铜织 一步步升到如今 一方太守的位置 他也算是在江州 经历过不少风雨了 这水祸 每隔几年总会发生 他应该早就习惯了 可是今年 他又总觉得有些不一样 夜里被噩梦惊醒 总觉得有灵世余孽 混进了太守府邸 咚咚咚地 拍着门窗想逼近 他汗如雨下 陡然惊醒 外间电闪雷鸣 侍妾正伸手在推他 他想也不想 便将妇人推下榻去 妇人哭哭啼啼 老爷 外间差人 等着见您 王松听了这话 不知为何 又觉得眼皮子直跳 连鞋也顾不得穿 赤着脚起身 丫鬟忙取了袍子 要为他披上 他匆忙赶了出来 血也是匆匆击上 淋得浑身湿透的官差 跪在外间廊下 看到他出来 大声地喊 大老爷 谢家出事了 洪水扑颜开来 冲刷过谢家的祖宅 将谢家那栋百年老宅 冲回了大半 王松听了这话 眼前直发黑呀 身体晃了极慌 险些栽倒在地 此时的谢家 已经集成了一团 今年的水事 是从谢家开始 族人们正欲抢救族谱 及祖宗的牌位 水祸之下 不少人搅淹在水中 谢大爷一脸愤恨 看着族人忙来忙去 将已经被收拾出来的 书卷字画 装箱抬起 只是这大水往上涨 线下救得了一时 又最终能保得住几分呢 定是郭汉那是干的 他抹了把脸 谢家的人此时 脸上是从未有过的 狼狈之色 谢老爷神情阴沉 他也没有想到 郭汉如此狠毒 想出这一招 简直是要坏了 谢家的根基呀 先救自画宗卷 定不能让宗谱丢失 这是谢家的传承 有族谱在 谢家便一直都在 将来谢氏族人 哪怕被迫分离各地 心中却都是向着 江州谢氏的 可若是族谱不在 便相当于断了传承 谢老爷大声地吩咐着 下人忍了泪就回 救了一些 只是 一些祖宗牌位 却被随水冲垮 混在一堆木头渣子里了 有些残渣断木 还漂浮在水面上 谢家的人慌忙伸手去捞 却只捞到了几截碎木而已 谢李恒重重地将手拍在水面 水见了他一脸 他的眼神中露出几分狼狈之色 水势越涨越快 王松得到消息 往谢家这边赶来时 郭汉也带人赶到了 此时的谢家仿佛经历过了 狂风骤雨袭击下的树 残枝叶落 惨不人懂 此时天色未明 王松看着谢家这光景 心当时便直直沉了下去 郭汉脸上带着若隐似无的笑 谢家人看他的眼神 却像是恨不能将他生吞活泼了似的 早知如此 还不如我早些时候 送诸位往洛阳北上 避开这场灾祸呢 他扬了扬嘴角 谢家的人听了他这话 气得是个个脸色铁精 郭汉却不理睬 转头静字 对面色惨白的王松道 王太守 江州之地怕是也遭了水患 此时夜深 我与齐王爷商议过 与他兵分两路 立即赶往令灾民撤退 王松正失魂落魄 此时也没心思分顾两边 听了这话便点头感谢道 如此再好不过 真是多谢大将军了 谢家的人 那目光 恨不能将郭汉生吞活泼 郭汉却笑得见压不见眼 这一场水灾来得迅速 事前没有半点讯息 只是谢家向来站于高地 虽说离巡洋江头极近 可这几年来 王松治水 总是先着重治理巡洋江 二十年来 江州数次水患 谢家却一直安然无恙 此次水患一起 谢家遭受了波及 谢家人心中便已经有了怀疑 天亮之时 郭汉与王松领兵奋力 为谢家抢救物件 只是大部分的古丸字画 在洪水中化为乌有 祖籍传承 亦是毁了大半 族人在洪水中被冲散 此时天亮一看 昔日风光无限的谢家 显出几分凄凉之色来 王松在短暂的惶恐之后 很快回过了神来 他毕竟在江州一带任职多年 对于洪水亦有经验 冷静之后 咬牙吩咐了一对人马 去家住河堤 又向郭汉借了些人 一面则是挖渠饮水 谢家因为位置算高 郭汉下手之时又有分寸 事已洪水逐渐一个多时辰之后 便被控制住了 只是谢老爷望着残垣断瓦 即飘在水面的碎木渣 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谢老爷节哀顺变 郭汉咧着嘴 悬了一位水稍浅的地方站着 劈了缩衣挽了裤腿 雨水顺着缩衣的边缘往下滴 他说话时伸手 取推一侧的斗笠 眼里带着毫不掩饰的 幸灾乐祸之色 天有不色风云 至少谢老爷未出事 还好端端地站着 他说出口的安慰话 令谢立震 谢立亨 兄弟二人 额角清净直跳 两人一宿未眠 顾着抢救书籍竹策 眼底布满血丝 头发早就乱了 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郭汉哪里怕他们两人的邓氏 只是盯着谢老爷看 谢老爷忍了怒火 并不理睬郭汉的话 只吩咐长子道 去清点一番 如今余下的东西还有多少 传承多年的士族 在意的不是钱 不是薄 不是米 不是盐 而是那一箱箱的书简 一卷卷的书册 未出事实 谢家的书籍 被精心爱护摆放 在外界 一本书便价值非凡 谢家却有几屋子的藏书 只可惜 这一场水患 将谢家几百年的心血 化为乌有 谢老爷话音一落 谢立震便带了些哭音 只剩七香了 他伸手去指一脚 千金难买的酱香黄潭 此时被水淋湿 里面装满了 抢救回来的书籍字画 谢老爷看了一眼 心中那股隐忍的怒火 腾得一下子又冒了出来 这些书籍沾湿了水 哪怕就是抢修之后 怕是也再难能 保存下来多少了 起码是要再取十之五六 想到此处 只觉得天旋地转 人直颤抖 这里还有一叶残卷 你们要吗 郭汉突然张口喊 他的话吸引了谢家人的注意 他面前昏黄的水流往前躺 一张纸在水中沉浮 谢家人的脸色一震 谢力震正大步要过去 郭汉已经抢先一步 弯腰将纸抢了起来 纸张贴在他手上 他便伸手要去接 谢力震见到这个情景 连忙便喊 不可 纸遇水本来便易化 粘在物件上 不可去生拉应扯 唯有稍后烤干一些 再慢慢解开了 郭汉却不理他 手一摸一搓 纸变化为黄浆 他看了谢力衡一眼 谢家的人脸色气得发白 他却嘴角勾了勾 王松自然也看得出来 这位郭将军 与谢家之间矛盾重重 他能理解 谢家人心中的感受 不是书香传承的世家 是不能懂那种痛苦的 只是事到如今 他也唯有先劝谢家 撤离再说 这里的东西 不毁也毁了 车到高处 先将鱼架的物品 抢救回来再说 郭汉领了兵马 护送谢家的人离开 谢氏的人因为太多 分为数批运送 谢老爷被迫上了软教室 不知为何 想起了赵国太夫人临终之前 曾说过的一句话 那时的崔氏 问的不是子孙后代 不是谢家将来如何 他老人家已经竭力谋划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他念的 是当初 郭正风所批的 那九字真言 天将变 灾难制 人分离 这究竟 究竟应没应验呢 那时的谢家人 自然是都认为 这九字真言早应了 所谓天将变 难道不是只改朝换代 灾难制 不是因为燕太祖 打压士族 谢家多年以来 心怀警惕 防的就是人分离 可是 大唐建立至今 哪怕皇室不喜士族 但谢家却依旧 好端端的存在 众人都以为 这当初 郭正风所批的真言 怕是早就已经应验了 可此时 谢老爷再想起 却想到的是 天将变 兴许不是指改朝换代 而是指 大唐燕氏 两位皇帝的交接 家安帝传位于燕锥 所谓的灾难制 也不是燕太祖 打压士族 而是这一次 真真正正的 水患之灾 如今 谢家里的人 三三两两被分头送走 岂非应了 郭正风当日所说的 人分离三个字了 谢老爷 以往教育儿子 总说命理之术 可信 却不可尽信 但此时 他念及此处 却不由怀疑 自己 是不是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会儿 不吝点赞 订阅